季節結束 歡迎大家來到香港這一天 相信很多朋友都應該看過昨晚元朗西鐵站 至於街上的一些專門穿白衣的人士 追打市民的片段 只能夠用兩個字來形容 瘋狂 之後由昨晚到今天一直網上很多傳聞 這批白衣人今天會再速度 還會拿刀 就會落到一些新界區去 不知道是不是叫做教訓香港人 全城恐慌 希望今晚沒事發生 今天下午特首林鄭月娥 和一班班子見記者 除了譴責之餘 都說不到什麼 讓香港市民可以有安心 放心 就是說現在政府還在管治 一班高官 我想大家如果看電視直播 四個字形容 六神無主 歡迎上我們Facebook先說一下 現在香港昨晚這樣的一幕 今天全城這樣的害怕發生什麼事 香港是不是已經進合了一個 所謂恐怖的統治的時期 政府是不是好像林鄭那句說話 已經受眾淨寢 那它們完全已經認為 這個因為現在的政府 政府已經在管治我 因為民陣 本來也對民陣 在有很多事情 那這個政府都在管治大陸 就在管治大陸 那這個就是可以說 就是在管治大陸 然後我覺得 整個政府都會選擇 在管治大陸 不叫做的 那國際上 是支持大陸 還有一個人 他我們說 八角度跟著直去西環 中聯辦下 而主題基本上由金鐘開始 已經不是在講獨立調查 而是那八個字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林鄭越不想人們經過金鐘 經過政府 越壓迫市民 市民就用自己走出一條路 索性走到中聯辦 向一國兩制 雪不涵 很多中央或林鄭政府親中愛國人士 對國徽相當重視 覺得是一個象徵 象徵一國的權威 神聖不可侵犯 但代很多香港人來說 特別是年青人 其實他們會覺得這個國家不愛它 為什麼他們要愛惜這個國家 為什麼要珍惜這個象徵性的國徽 國徽被圖污 我想從象徵性的意義來講 其實對一國兩制是一個很大的象徵意義 50年不變這個承諾 未到一半 但是又用林鄭那個說話 一國兩制其實是不是都是仇中政策呢 已經 我會考慮一下 2014年的時侯的佔中 當時雙普選 雙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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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望之後 香港人 其實只有無奈 但是到了今年 林鄭引入了這個 逃犯條例修訂之後 搬走了一個防火牆 香港人 最擔心一個事情 人身安全 不斷地上街,警民的衝突,不斷地升級 最後林鄭都是那句話 要做的都做了 但是市民就繼續堅持 年輕人,特別年輕人,他們不怕 反而我們的林鄭越來越怕 怕什麼呢? 怕中央,畏懼中央,怕警隊,查都不敢查 最終就是沒有很果敢決定 沒有很果敢,果斷,勇敢地做了一些 做他應該做的一些決定 連獨立調查都不敢看 最後其實不但不能夠回應市民的訴求 而當現在市民的反抗,堅持,遊行 去要求政府回應的訴求 是一直堅持下去的話 最後政府就唯有用武力 用一種恐懼 散播一種恐怖的方式 嘗試去壓制這些遊行示威 現在連市民會覺得最基本的要求 人身安全 其實都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的話 昨晚我們見到在元朗的 就是一些白衣人拿著一支棍 到處去打市民 這些白衣人,一些地區的組織 說要保護自己的地區 那個背景相信都很清楚了 這些外國團體 什麼人在他背後都很清楚了 那由這一幫人出來 所謂要用一些藤條、木棍去教訓市民 那個信息其實也都真的很清楚 會令人覺得其實就真是 中央加上的政府 其實就搞不定示威者 搞不定香港市民 就用一些這樣的方法去關門 都不是關門 打開一條門 打開一條門就是教訓香港人 去到的情況就是這些白衣人 衝到一些地方 然後警方是公開地 正式地這樣說 因為他們不夠人 所以就撤走了 撤走了就怎樣呢 只剩下一幫手無寸鐵的香港人 在那裡捱打 還有一個場景 是一個市民跪了在那裡 都繼續被人打 這些 這些是不是其實 政府應該說的就是 暴徒呢 很多市民其實已經覺得 起碼現在這個時候覺得 政府真的已經受眾政策 那網上今天就傳了很多事情 就是 說到 警方和一些所謂黑勢力 其實就一起合作著 在那裡 維持社會秩序 今早早 警方的公共關係 這位警司答得很奇怪 他就說不能完全同意 不能完全同意 不知道是不是好像一哥之前那樣說 英文說回中文出來 就有一些一塌糊塗 但是如果看回中文的字眼 但是如果看回中文的字眼 就像一哥之前那樣說 那是否在暗示著 其實都是一些部分同意 不是完全同意 但是部分同意 我想最客觀的 就是大家各自看一看 昨晚的很多的一些事實 就是警方什麼時候到場 警方去了到場之後怎樣處理 警方去到村子之後 看到很多白衣人在那裡 他們跟著去查案的時候 他們怎樣處理 有沒有抓到人 有沒有登記了些名字 他們說見不到一些 握著棍的一些白衣人 但是看回片段都很清楚了 大家用回這些事實去判斷 去回這些判斷 就是是不是有所謂警黑合作 這樣東西下 昨天提到了 今天網上有很多的傳聞 拿刀 其實這些已經是 很清楚 那如果說實力是 說實力是 哪個是兵哪個是賊 其實都分不得很清楚 不信政府、不信警隊 連自己人身安全都已經擔心的話 其實他又怎麽會關心你那個國徽 是不是被淘污了呢? 淘污了今天就已經擦乾淨了 國家是由人民的組成 如果人民連很基本的他自己生活 是不是安心、放心 都不能夠保證的話 其實他會怎麽跟你說什麽一國兩制 怎麽說什麽維護一國呢? 今晚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